200 所以變為200 200 給大家看分析 你看比例就會差那麼多 所以它的極限就是1000 你要用那樣子給人家看都沒問題 現在我們來玩 冒著分類 首先大家觀察你要分成四類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分類出來的 有很多種 因為有不同課 每次都會分類一次 一開始是找這一堆東西 我要請大家把它分類成這樣子 大家一定記不起來 但是我教你分類原則 接收在你點了它之後 看它有多少參數 這邊有多少參數 我要請大家盲試 盲測分類 你把它分成四類組 那你用扭邏輯分類看看 大家分類看看 因為我們等一下兩分鐘後就休息一下 大家嘗試把它分類 好嗎